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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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千鳥 啊 終於回到這個 Animous裡面了 可以繼續巴雅克的冒險了 塞奴 雅姆周遭 同一年沒有變 要去亞歷山卓 那我們現在要在哪裡呢 在沙漠中一路沒有辦法看地圖 也太慘了吧 現在就一個前往亞歷山卓的這個目標 2182公尺 有點遠欸 反正現在還不能開地圖 也只能 先走走看了 這邊碰到了一個 這邊碰到了一個 看起來有什麼的地方 這樣亞凱開地圖了吧 有了 我們現在是在 我們現在是在 奇瓦過來是 卡塔拉瓦地 再過來這邊 西行神跟馬瑞提斯湖 那 就先從西行神這個 俯瞰點開始 好了 雖然這樣有點像是在走回頭路 不過沒關係啦 走吧 大家剛剛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打開地圖的時候 上面 有好幾個區塊都有 NOME這個字 不是寫在右下角翻譯的那個地方 而是寫在地圖上直接的 感覺不太像英文的這個名字 如果拿過去 Google翻譯的話 系統偵測出來居然是 葡萄牙文 意思是名字的名 我覺得 嗯 感覺不太對喔 硬是切換成英文的話 它就會直接音譯成諾姆 感覺就是沒有解釋 那究竟有什麼意思 我們解完這個 再來說 跟兒子約好了第二個 星座 跟你的武器一樣 跟很多人一樣 你會成為一個很好的 美債 像媽媽說 請你的勝利 乎乎 哇 聽人過了吧 啊 跟戰爭有關的星座 哪一個啊 覺得要直接這樣比對出來超難的啊 根據提示來到這裡 一整個放棄思考 亂亂轉 欸有了有了 成功 原來早上是在這裡啊 之前就在這附近停留 居然都沒有看到 果然我的眼力是 不太可信任的 回到白天了 回到白天了 拿到一個約定的 東西 那我們就跳上馬背 繼續前進 這裡是什麼啊 啊啊 敵人敵人 下馬下馬 撤隊 撤隊 來來來 你只有一個人 我來啊 你射箭沒有用啦 射箭只會變我的箭而已 你射箭 你射箭 快要被砍死了 好險好險 啊啊啊啊啊 被這把刀救了 中毒效果 還好還好 沒有這個中毒 現在躺在地上 應該就是我了 有多少人啊 一個王 一個小兵這麼少嗎 那 那 反正我如果不要被抓到的話 靠著我的弓 能秒嗎 可以 你 拜拜 安全安全 才兩個 三個人 也想守住這個陰體 剛剛拆裡面砍死的那個不算 這才是真的有發揮實力的地方 我們繼續來說說 那個 NOME到底是什麼呢 NOME 代表的是 古埃及的行政區 哇哩怎麼還有人 哇哇 這裡還有一個欸 偷偷摸掉他 OK 古埃及的行政區 行政區 你們 你們這些土匪 在行政區做什麼 哈 我也有順利的時候啊 啊 搗亂的傢伙死了 那 NOME 是 字本身 來自古希臘 相當於現在的州或省的意思 埃及很早以前就有這樣的分區 最開始的時候 這些分區並沒有統一 每個分區都有自己的統治者 直到大概西元前3100年 美尼斯出現 將上下埃及統一成一個國家 創立了古埃及的第一王朝 當上第一任法老 這些分區就成了埃及的省 一直持續超過3000年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法老的名字有沒有印象呢 我先載了這些人 大家回想一下 這個好像一箭殺不死 另外一個是可以 可是他們兩個在打鬥中這樣一定被發現 從這個邊緣的開始好了 一個 一個 兩個 這個可以嗎 三個 喔 糟糕 被警覺了 換個位置 換個方向 啊 給他躲了 馬上我去了下馬 先到上面 取得一個制高點 這樣子要王比較容易受重欸 欸?可以秒了 那樣怎麼不行呢 那樣怎麼不行呢 剩下兩個 搞到了嗎 各位 聊不到 他好像要爬下來跟我打欸 是不是 等他上來 找錯方向 啊 不過我沒有那個劍啊 閃彈 吃我的閃彈 怎麼不是很強 差一點自己死掉 啊 閃彈好難用喔 呃 如果要聚集他的話 我沒有箭矢了 先去下面的屍體撿箭矢好了 剛剛被我打死的人身上應該還有箭矢 不太好 不太好 還有哪裏有啊 OK 有箭矢了 納命來 瞄不到 電倒模式 出正出正 YES 那 我來公布答案 他就是那位被河馬殺掉的法老 好 在埃及的首戀那一集有講過這個故事 有興趣的話可以點右上角 回去看喔 回到 NOME身上 我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 I M E N T NOME 就是一個位在下埃及的三號循環 它的意思是西邊的意思 那因為這個是當時尼羅河三角洲區 最西邊的行政區 所以就像台北一樣偷懶的群法 就叫他西邊那個省 那遊戲宗教西行省 我們接下來就這樣稱呼吧 西行省的大部分地區都是無人的沙漠區塊 在過去省的首府是 雅姆 就是我們這一集一開始 拜克捏捏有詞的那個雅姆 但是到遊戲這個年代 雅力山卓城 早已經超過雅姆 雅姆則成為馬瑞提斯湖旁邊的一個小鎮 是從西區雅力山卓的必經之路 雅姆的現代位置 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證據 不過呢 有個很可能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叫做 K-O-M-E-L-H-I-S-N 很遺憾了這個埃及的地名我不會念 也差不多中意 所以就 還是用拚的嗎 究竟為什麼是可能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留到下一集 進雅姆的時候 再來說說了 最後來提一下 西行省在這個起源裡面 跟馬瑞提斯湖 還有雅力山卓城是分開的 但是在實際上 古埃及他們都是在西行省的範圍之內 那這集就講到這裡 在結束之前 看一下剛剛在底下找到的那封信 摩巴瑞 我送了個包裹過去給你 裡面有著好幾大我們偷來的死者之書 你去找出他們原本的擁有者 然後要求他們高架贖回 但記得隱密行事 我們可不想要神殿的祭司發現這件事情 喔 發現他們的陰謀 等一下去神殿 趕快告訴祭司一下 祭司可是我的老朋友啊 被我發現你們的陰謀了 啊 現在殺城堡實在是太大了 因為我們看不到路啊 我們等下一集 殺城堡 比較小了 應該就有辦法順利進城了 那我們最近就先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在下面幫我 按讚 留言分享 訂閱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還有FB粉絲團 跟LINE的官方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